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城市语言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再一次的收看 城市语言电视教学的节目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所要播出的主题是 基本的资料形态和输入输出的第二个部分 那就是基本资料形态和输入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总共要播出三个主要的主题 第一个部分 我们将为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用ScanF作为这个输入 第二个部分 我们将为各位同学说明 ScanF函数可以使用的这个格式是什么 在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怎么样使用getCH1这个函数来做输入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预计要为各位同学所播出的内容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那就是用ScanF函数做输入 我们在前一个讲次里面 事实上我们已经说明了怎么样使用基本资料形态来做输出的这一个部分 可是无可会言的 我们使用者在有些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需要使用键盘来把资料输入到我们的城市里面 那怎么样让键盘所打的资料能够输入进来到我们的城市里面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播讲的第一个部分的重点了 那通常在C或C++语言里面 我们通常都使用ScanF这个函数来作为从键盘里面 把资料抓进来到城市里面来做运算的一个界面 因为资料输入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是存放在主记忆体里面 那换句话说 我们从键盘当你打了一个字到主记忆体中间 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告诉你的城市 怎么样放到你的主记忆体里面 所以我们在使用ScanF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注意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是 我们必须要告诉电脑的是说 你到底要输入哪一种资料形态的资料 那它的格式是什么 那假如说你今天输入的资料是不止一个资料 那你中间是用什么来分割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告诉电脑的是说 那你资料想要存在记忆体的哪一个地址里面 那换句话说 当我们把资料要输出到荧幕上面的时候 那是比较简单的 可是当我们要把资料输入到你的主记忆体里面 那是比较复杂的 为什么比较复杂 同学们我们可能必须要注意一下 当你把资料放进你的主记忆体里面 你首先必须要告诉他 你的地址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格式里面用ScanF 除了小括号里面的第一个部分 有一个输入格式以外 小括号的第二个部分是储存的地址 那什么是地址 那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 我们的所有的主记忆体都有它的地址 那这些地址事实上在电脑的作业系统里面 都有一个编号 那这个编号就好像我们家里里面的 每个人的地址一样 那邮差在送信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地址 才能够把资料放到你的信箱里面 相同的道理 我们在电脑做资料的输入的时候 我们C或C++语言 就必须要告诉他说 我到底要放到 我的主记忆体的地址是什么 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前面 我们只定义了变数 我们说整数 我们说辅点数 那到底地址是在哪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格式了 我们另外一种格式是什么 另外一种格式就是说 我同样的也是scanF 然后输入格式 可是各位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动画后面是一个变数名称 前面有一个m%的符号 这个m%的符号 我们称它叫做什么 称它叫做位置运算值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同学们都知道 我知道的是变数的名称 我知道的是变数名称 我只要在变数名称前面加一个m% 那我就不需要去知道它的地址了 那换句话说我今天知道你的名字叫 某某某 这个变数名称叫某某某 我前面加一个m% 那我就可以知道你的地址 我不需要亲自地知道说 你的地址是多少 那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要知道地址是多少 那一个4GB的主记忆体 那有多少的地址 你根本不可能聚集的 所以在C或C++语言里面 我们常用的方式 就是用m%加上变数的名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底下就用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程式是在课本上的 P2-8.C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跟前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也是一个includestdio.h 同样的我们的组程式 是一个并没有要输入 任何参数的组程式 在这个组程式里面 我们定义了几个浮点数 第一个浮点数我们称为score1跟score2 然后我们会把它平均出来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这里 我们的scanf是怎么使用的 跟刚刚的课本一样 我们用逗号来分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资料的格式 我们都是用什么 用浮点数来输入 可是后面的地址 这个浮点数输入在哪里 输入在score1的地址 特别注意这一个m% 那m%其实就是我们键盘7的上面那一个 就是shift7 同样的这个浮点数要输入到哪里 输入到score2的这一个地址那边去 所以我们有看到一个浮点数 前面有一个位置的运算值 所以输入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score1跟score2拿来做运算 运算的结果我们把它指定到哪里去 不要忘记了 这个等号是一个指定符号 指定到average这边来 那接着用我们上一讲所使用的 这个函数是什么 printf 把average这个值把它输出 用什么 用浮点数来输出 然后接着我们画面会停止 然后结束 好 以下我们就实际来 编译跟执行这一个程式 来看看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们选择这一个编译执行的程式 然后执行以后你可以看得到 它希望你输入两个 两个这个浮点数 比如说我们输入的是56.6 然后逗号58.6 那我们按下enter以后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资料它的结果是57.59998 那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那是我们在输入浮点数的时候 它所得到的结果都会是一个近视值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近视值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那我们只要按下任何一个键 就可以结束这一个程式 所以这个程式的重点在哪里 在这个scanf的这一个函数 我们就是利用scanf这个函数 来把我们的资料从键盘 然后放到我们的变数 然后做运算 做运算 然后再利用printf这个函数 把它给输出到我们的画面里面 那到底要怎么样同时的输入一个 或一个以上的资料呢 我们休息一下 再为各位同学说明 我们先休息 我们刚刚有讲到 到底要怎么样去输入一个或以上的资料 那我们就用程式P29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用逗号 来区隔你两个资料的输入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程式 把逗号拿掉 那就变成是空白 所以我们同样的把这个程式 去把它编译执行 那同学们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是用空白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能再用逗号了 所以相同的道理 我输入资料56.8 那我就必须要空一个空白 然后57.8 然后资料输入 它才会得到你的平均的值 那相同的道理 它也是给你一个近视值 那这样的近视值 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困扰 所以我们底下就来为各位同学说明 那到底我们怎么去解决 这样的近视值呢 那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特定长度的这一个输出 来做解决这个近视值的问题 那底下我们就来看一看 到底怎么样来使用特定长度的输出 那我们先用下面这一个程式 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那同学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得到 这个程式是课本上程式 P2-10.C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跟前面2-9几乎都一模一样 那同学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我们前面的程式 基本上它并没有像这样子写 4.2F 那什么叫做4.2F呢 就是说我在输出的时候 我总共占了4格 小数点以后会有2格 那我们实际上把这个程式编译 然后执行 那我们相同的道理 我们还是一样 56.8 然后一个逗号 57.8 那我输出的时候 同学们可以特别注意 我输出再也不是57.29 9999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规定它输出的时候 只能够占小数点以后2格 总共4格 那小数点不算 总共4格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程式来看 我们的程式这边写得很简单 我是用辅点数来输出 总共4个位置 小数点后面占2个位置 那对于这样的格式 我们用底下的这一张图 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我们同学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说百分符号N点M 然后后面一个F 那你可以看得到 N点M 那个N总共占N格 那个M后面表示说 M是N格里面 总共有M格 是在小数点后面 那这个F就表示说 我们输出的格式 会是用辅点数来输出 所以假如说 我们能够用特定的长度 那最大的好处 除了解决我们刚刚所讲的 近视值的输出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 当然最大的好处在 它输出就会变得很漂亮 它不会说一下子有3格 一下子小数点后面有6格 那看起来就很混乱 那使用特定长度 那最大的好处就在这里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辅点数可以使用特定长度的输出 那我整数可不可以 那整数当然也可以 整数的写法就更简单了 整数的写法 它就是百分符号后面N 然后用一个D 那这个N表示说 我这个整数总共输出要有几格 所以这个时候 我这个N就是代表几格 那底下我们就使用课本上的程式 P2-11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在这个程式里面 它的最主要的重点就在于这一行 这一行里面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使用printf 然后要把这个sum输出 可是它特别输出的地方 它除了用整数以外 它还告诉你说 我这个整数要用八个位数来输出 那这个程式的前面跟前 我们之前的程式是一样的 它使用这个逗号来区隔两个输入的资料 然后它这个把两个输入的资料再做加总 然后再用八个位数来做输出 那底下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程式做编译跟执行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它现在要我输入两个分数 那比如说第一个分数是123456 然后我用逗号 然后接着第二个分数是234567 然后我按下Enter以后 它就告诉我说 它的总和是358023 那同学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我358023总共有六位数 那前面有空两格 那表示说 我前面的这个位数没有那么多 它就会把它空下来 那这样的做法的最大的优点就是 让我们可以去安排 我的画面的整齐画一 那这样子我们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画面 看起来就比较整洁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城市 所以这个城市对应着刚刚的字卡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其实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一行就在这里 你到底这个你是要用几位数 来表示你的整数 或者是用几位数来表示你的辅点数 这个都是使用特定长度的输出的格式 那底下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讲词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在今天讲词的第二个部分是 ScanF这个函数 我们到底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格式 那ScanF可以使用的格式其实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就使用课本上这一个图 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在这个图里面 第一个它可以使用的格式是百分佛号C 表示说它可以去读取一个字元 同学们特别注意 ScanF的功能在什么 ScanF的功能是让你从键盘读入 你所要打进去让你的城市去储存的资料 所以当你用百分佛号C 那就代表着你读进来会是一个字元 当你用百分佛号D 代表着你所读进来的会是一个整数 那如果你要输入是用16进位的整数 那你就用百分佛号X 那如果你要输入的是一个八进位的整数 那你就用百分佛号小雪的O 那同学们特别注意 那如果说你要读进来的 它只是一个没有正复号的整数 那你就用百分佛号U 那十进位或者是16进位或者是八进位 你都可以用百分佛号I 来读进来 那当然往后就更重要了 比如说我们要读进来是一个字串 那你就可以使用百分佛号S 如果你要读进来是一个伏点数 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百分佛号F以外 你也可以使用百分佛号I这样的一个格式 所以事实上我们要从键盘里面读进来 这些资料可以使用的格式是非常的多 只要你使用ScanApp几乎所有的格式 你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说到底我这一个ScanApp 它可以使用的读入的格式是什么 那今天这个讲式里面第三个部分 所要为各位同学说明的 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使用getCHE这样的函数来做输入 那到底要怎么样使用getCHE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再回来 谢谢 我们刚刚有讲到 到底要怎么样使用getCHE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通常除了使用ScanApp几乎 这个函数来输入这个资料以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getCHE这样的函数来输入资料 可是使用getCHE这个函数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getCHE这个函数 我们通常都只让使用者输入一个资源 这是它特别的地方 那因为getCHE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使用者在键盘上面按下一个键的时候 电脑就会立即的取走 而且你不用再按Enter键 这个是跟我们前面ScanApp这个函数 有很特殊的地方 回想一下我们刚刚在使用ScanApp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打完资料以后 你还要再按一个这个Enter 它资料才会进来 可是getCHE就有点类似 按任意键继续的意思 也就是说当我按任何一个键的时候 它就会把资料 你所按的键资料取走 那什么情况你会用这样 在过去我们常常的选项是ABCDE 那你当然不会希望说 反正就选项只有ABCDE 你当然不会要求你的使用者说 我打了一个A 然后我还要再按一个Enter键 那不确实计 所以在过去我们常常在这种文字的画面 要做选择的时候 我按一个A 然后它就进到下一个画面 那底下我们就用课本上的程式 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那同学们看到课本上程式P2-12 那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定义一个字元变数叫做Z 这个字元变数我们先输出说 请你输入一个这个字元 然后我们同学们可以特别注意 我们的使用方式是 使用这个函数叫getCHE 然后我只要按一个键 然后它就抓走了 然后把它assign到哪里 assign到我们刚刚的 这个字元变数叫做Z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个字元变数Z 再把它用中国号刮起来 表示在呈现在你的这个荧幕上面 好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实际的编译跟执行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画面 它现在要你去输入一个字元 那假设我输入一个是 整数输入是一个大写的B 那我按一个大写的B以后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B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B是它系统 秀出来说你刚刚按的是什么 然后这个B是我刚刚用printf 这个函数所展现出来的 那我们再回到我刚刚的程式 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B没有中挂号的 是这个系统 你使用这个函数 它就会自动地显示在荧幕上面的 那这个中挂号 刚刚的中挂号的B 是我用printf 里面把中挂号 把你的大写的B 把它给显示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刚刚完全没有按了任何的enter键 我只是打了一个B 然后它就会抓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样的一个程式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你不必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而且也比较简洁 那特别注意是说 到底这两个函数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底下用这个画面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Gate C-H1跟我们的Scan F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差别是 Gate C-H1它一次只能够输入一个质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键盘上 任何一个键对应都是一个质源 你只能够在键盘上 看你是按哪一个键 那我刚刚有说了 如果你的画面的选择 是A B C D E 那你就只有五种选择 所以我只要按A或者按B 它就会跳到下一个画面 这是在那个情境之下 我们可以使用 但是不要忘记了 因为它只能输入一个质源 它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 有怎么办 我们就使用Scan F这个函数 它可以同时输入很多不同的资料 那我们在前面的程式也告诉各位 你要输入不同的资料 你可以用逗号或是用空白来区隔 就看你程式要怎么写 那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输入一个质源的时候 Gate C-H1你不用按Enter键 可是你的Scan F就必须要按Enter键 来表示你的资料输入完毕 那这也连带地展示出来第三种差别 第三种差别在什么地方 因为Gate C-H1它是不能够让你有机会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Gate C-H1你不能修正 你打哪一个就哪一个了 比如说我选A它就A了 有没有修正的机会 没有 所以Gate C-H1通常不适合数字的输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那Scan F呢 你有修正的机会 你可以一直在修正 你可以按Backspace回复键 一直到你按了Enter键 那你觉得对了 你按Enter键 那它就会怎么样 才会真正地刷进去 否则它还是停留在画面上面 这个就是Gate C-H1跟我们的Scan F 这两个函数 它的这个差异的地方 那我再一次地强调 如果是数字的资料 请你用Scan F 如果是你这一个文字的资料 而且只有一个字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Gate C-H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接着就用下一个程式 课本上的程式 P2-13 为各位同学来做说明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定义了两个变数 一个是整数变数 一个是质源变数 那这个我们最重要是让你看得到Gate C-H1跟Scan F的差别 那我们实际执行这样的程式 那这里它就告诉你说 你使用Gate C-H1的函数 那你只能够用什么 用字元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按一个大写的B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又下一个使用Scan F 那Scan F 比如说我输入23 我错了 我按一个什么 Back Space 应该是24才对 因为我没有按Enter 因此我还可以修 那我按一下Enter以后 那就告诉你说 你输进来的Gate C-H1 你是用大写的B 你输进来是大写的B 那你用Scan F呢 你是输进来是24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Scan F你是可以修的 可是你的这个Gate C-H1 确实不能够修定的 这个是程式最重要 为各位同学来说明这个的差异 那说评完这个程式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尾声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讲次里面 讲了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个讲次 第一个部分我们谈的是什么 我们谈的是 基本资料形态的延伸 也就是说我用Scan F 这个函数怎么样来做输入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Scan F函数我可以使用的格式是什么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用Gate C-H1 这个函数怎么样来做输入 那我们也同时为各位同学说明了 用Gate C-H1这个函数来做输入 跟用Scan F这个函数来做输入的差异 那最重要的差异是 Gate C-H1只适合资源的函数 那用资源输入的时候 如果你只输入一个 就用Gate C-H1 那如果用Scan F函数来做输入呢 它是适用在数值的资料 而且它可以修正 直到你按了Enter以后 它真正的会把资料输进去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讲次 我们在下一章 为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基本资料形态跟输入 输出的第三个部分 那就是基本资料形态的延伸 那我们下一次 再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谢谢各位